周一,12月24日上午,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发布了关于2019年进出口暂定税率等调整方案的通知。 在该控制中,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表示,自2019年1月1日起,对我国与新西兰、秘鲁、哥斯达里加、瑞士、冰岛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哥鲁基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国家的协定税率进一步降低。 亚太贸易协定目前的成员国包括中国、印度、孟加拉、老挝、韩国、斯里兰卡和蒙古七国。 也就是说,中国将对13个国家产品降低进口税值得注意的是,早在今年11月初的进博会上,越来越不受到中国买家待见的澳大利亚意外获得意大利好。 由于澳大利亚宣布,自2019年1月1日起,所有进入该国市场的中国商品将被免出进口税。 以上往来中国也宣布届时将基本取消,对来自澳大利亚的商品征收进口税。 而此次国务量关税率责委员会的通知,也将澳大利亚列入降低进口税率的名单中。 作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此举对澳大利亚的经济,尤其是进出口贸易,将有着重要意义。 自去年年底以来,由于种种原因。 澳大利亚的铁矿石,越来越无法吸引中国买家的注意,对于这个坐在矿车上的国家而言,失去中国市场,无一将对其经济造成巨大打击。 而12月5日公布的澳大利亚第三季度GDP年,率记录得2.8%,远不及预期的3.3%和前值3.4%,而第三季度GDP纪率也记录得0.3%,远低于预期的0.6%和前值的0.9%,这一结果令不少经济学家感到灰心。 甚至连澳洲联储副主席德贝尔的表态,也有点消极他在数据公布后表示,离加息还有一段距离。 这表明如果经济继续停滞不前,澳洲联储可能对明年降息持更加开放的态度。 如今,中澳两国降低甚至互免进口税率,有望刺激中国买家对澳大利亚产品。 尤其是铁矿石的购买热情,在刺激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同时,也能避免澳洲联储降息的可能性,不至于令澳元受到进一步打击。 此次通知出炉后。 炉后 炉后